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老师还有同学们晚上好 今天我很高兴跟北京人民大学的宗教研究院 今天 个别老师还有学生一起学习探讨 藏传佛教的思想与生活 那么我想今天用这个时间首先跟大家简单地说一下 藏传佛教的生活观实际上所谓的藏传佛教是印度 释迦牟尼佛的佛法进入藏地的领域之后 就慢慢变成了藏地高原的一个非常崇高的宗教 好 藏传佛教对藏地来讲已经融入到 不管是社学 社会学 人类学还是论理学以及宗教学 乃至乃至义学和宗教学 因此在藏地来讲佛教已经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习俗 从而完全成为藏族文化的主流思想 相当于从春秋占国一直到清朝以上的 汉地的入教思想一样的 前一段时间我们跟藏地比较有名的 济所大学的学生开了一些佛教研讨会 这个学校主要有四川的西南民族学院 从甘肃那边的西北民族学院还有青海师范大学和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以及四川民族学院 大概有三百五十个大学生和一些老师 我们用了七天的时间大家深入地探讨佛教的有关思想 以及当代人们极其关心所有的生活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就发觉到藏地好多大学生跟汉地有些大学生 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上面有所不同 首先从他的人生观上可以看出来大多数百分之九的 在藏地的这些大学生他们都有三有三宝 恶有恶宝的 这样的一种因果观念他们从小的时候都会祈祷观世音菩萨 都会研究一些佛教的从小都是对修习或者了解佛教的道理 长大之后虽然他们到不同的高等院校去学习 但学习的同时哪怕是他看见一个乃至蚂蚁以上的众生 在这个时候自然而然他的脸色会出现一种悲悲之感 也就是说 维护其他的众生 所以在人生观上面有一个正见的理念这方面是一个 在价值观上面我看到这些学生大多数都并不是以金钱为目的 我们现在在个别的一些大学大家都知道 从小甚至大学一年级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对自己的人生之路有着盘算 盘算是什么呢我从学校毕业以后 我怎么样买房子 怎么样买轿车 怎么样乘家 把自己的成功和金钱划成当好 如果觉得有了财富 有了金钱那我人生很辉煌的 而如果我没有钱财可能我的人生不一定是有出息的 所以对金钱有着特别强烈的耽著 但目前很多藏地的这些孩子他们虽然在这方面 随着西方经济的冲击有这样的观念 但最主要的并不是希求的是金钱 他们希求的什么呢就是很想把自己的民族文化 有价值的这样的思想观念如何弘扬如何继承 如何继承下来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还有一个 希求的是什么呢 并不是外在物质的一种快乐 而是什么呢就是内心的一种科学 也就是内心的一种快乐 慈悲和智慧 智慧所以在这方面尤其是在自主少女 还有我们平时心里的一种快乐 在这方面比较重视 所以我今天想简单讲一下 如今藏传佛教对我们心灵的生活怎么样融入一体 所以从自身的我所接触的这些藏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从他们的身体和行为当中可以看出来 所希求的快乐并不是完全无知的快乐 应该是在相当一部分认为在自己内心的精神上去寻找 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值得需要去探索 接下来我想藏传佛教的文化思想 如今给我们的人类带来利益 那么这一点我想也跟各位同学探讨一下 也就是说这样藏传佛教的思想归根基地是什么呢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的行持一切善法断除一切恶业 也就是说诸我莫作诸善奉行 思经其业思诸佛教 是这样的一种理念进一步地去深化 进一步地去了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 那么这种思想如今对整个社会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利益 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呢 它是成为世界的一种文明 我记得美国哈佛大学里面一个叫做特班生博士 他曾经很明确地说过 他说西藏有一个内在的科学文明 就是内在的科学文明其实他说的 西藏内在的科学文明就是藏传佛教 因为藏传佛教如今我们在座的可能 有些大学生不一定知道 在不管是汉传的寺院当中也好 还是在一些新教的人士当中和知识分子当中 都特别地去希求 尤其是像西方国家 我也曾经去过一些 他们抛弃自己的工作 抛弃一切的成果 而前往学域高原 然后开始希求藏传佛教的教义 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些范围当中 汉地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 他们去纷纷地前往藏地 我以前编过《知海兰华》里面主要是汉地的 清华北大还有在别的高等学校里面的教授 大学生这些知识分子学佛的 总共有了一百二十五位学佛的整个心路历层 我想通过他们的也可以说整个一种改变吧 也是他们的一种行为可以看出来 如今对藏传佛教有相当多的人会有信心的 尤其是藏传佛教对人类带来一种文明 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哲学博士叫做舒曼先生 舒曼先生他以前说过 他说如今藏地的佛教文化其实是 他对世界最大的显力就是无以论比内在的 萨严实科学 内在的三严实科学而且他能推举我们人类的心智转化素 也就是说他给我们整个人类带来了一种 真实的心灵快乐这一点确实 以前大概是在七八十年代在这个时候 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叫创伯仁波切 你们网上都可以说得到 他第一个藏传佛教弘扬到美国的 他在美国建了一个纳若巴大学 93年的时候我也去过美国人和华人在那里学习佛法 研究佛法 并且创伯仁波切在整个欧美国家 中共建立了两百多个中心和法会 这些法会里面每个法会的生活修行和研究的方法都不相同的 甚至他当时的美国高级的整个总统府 还有其他高层次的人也在学习 而低层当时所谓的西匹师像这些人 每天都是吸毒药 每天都是特别苦恼的 这些人也会得到这样藏传佛教的教义 后来在整个欧美国家来讲 藏传佛教的教力相当的兴盛 第十六师噶玛巴也是通过他的引擎到西方去弘扬 所以我觉得我们从真正的 从公正的 或者说从客观的角度来介绍藏传佛教的话 藏传佛教里面有许许多多是 我们内心获得健康和内心获得幸福快乐的殊胜妙药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的科学家 把他当作最先进的一名心理学 有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 这个心理学家的名字叫做丹尼尔高兰博士 他这样说的他说藏传佛教具有福利堂皇内在的文明科学 就是内在的文明科学他说他相信东方的心理学 最主要的东方的心理学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西藏的藏传文化 所以很多人把它看作是从科学的层面 从世间学的层面来讲它是一个最至高无上的心理学科学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曾经也是在读书的时候自己对心理学有非常兴趣 我翻阅了很多的心理学包括当时心理学方面的 就是道不道一些答案 我就专门买郭木某他所翻译的生命之科学 郭木某当时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当中 好不容易把它翻译出来有厚厚的三大本人 那么这后面尤其是它涉及到一些 灵魂学 心理学和植物学方面去探索过 当然那个时候自己也觉得自己的思想恐怕不成熟 自己在学校里面的很多问题觉得特别简单 实际上到了社会上过后也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想 我自己觉得在这样的社会利益当中 实际上确实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种心理科学 那么它对当前的整个人类社会 我相信带来很多真实的利益 真实的利益在我们身边经常遇到一些学佛的 还有遇到一些不是虔诚的佛教徒 但是愿意前行研究佛教的思想这样的人 通过他们自己反反复复地努力地认真演习之后 才明白佛教的一些甚深的内涵 这样一来从内在的快乐和内在的平和 实际上远远超过外在的一些具有刺激性的快乐 所以我想藏地还有很多一些比较更加甚深的 不可思议的一些领域我在这里也不多提 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是到了藏地了解一些 我们藏传佛教的一些生起次第圆满次第 还有一些加行的修法 那这样的时候对你的心里带来了 许许多多的一些真实利益 尤其是可能有些人出乎意料的一些非常稀有的 稀有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会获得今生当中生活上各种挑战 轻而易举地得以解决 对 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我们藏地还有一个特别奇妙的 洪生成就法 洪生成就法恐怕你们有些听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我们的确已经证实了这种现象 有时候觉得也是非常不可思议 原来在1955年的时候 我们甘子州 德哥这个地方有一个老年人 这个老人心很虔诚的 他晚上一半只睡三四个小时 他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他每天都是客观音信州 但后来的时候的确是在德哥有个玛丽岗国 在这个地方他圆寄了以后已经洪生成就发光了 这个是当时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 还有一个大概在五八年的时候 当时在藏地正在搞街坊有凡天覆地的一些变化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法师叫做侧王仁神 这个侧王仁神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面 专门拿到会场上给他进行辟斗 但是有五个人把他带到观众那里的时候 路上本身他的脚也不是很好的 让他骑着马 骑着牦牛到路上的时候 突然吹一个狂风吹一个狂风之后 法师在空中越来越高了很多人只听到这个声音 后来他们到会场去不敢明说 说是已经死了埋在地下了 那么这些人到现在还是有些人是活着的 我们学院当中有一个叫慈正鲁鲁堪 他特意从四川赶往青海现在有个别的人还没有死 他已经因为从五八年到现在有些年龄 他专门一个一个地去采访 那么当时有很多人特别特别地感到稀有 就没办法他当时不敢承认 现在是不得不因为这个事实已经告诉了 还有一个去年应该是九八年吧 九八年那个时候我们新龙 有一个叫阿丘坎波他也是红神成就 也是我们学院的法师亲自到那里 现场所有的人去采访最后都已经证实了 当然世间的任何一个比较奇妙奇特的事情 只有新闻记者采访采访以后 证实以后把它当作真实的行为来说 但我们在藏地来讲很多这样的 通过修行藏传佛教的法力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瑞相 各种各样的一些成就相这是非常时空见惯的事 大家都是不起以为是不会这样的 在汉地比如说像以前激公和尚 激公和尚出现这么一个成就者 那么对他也有正面的评价 也有反面的评价 但不管怎么样他就已经成了历史的俸禄人物 而在藏地像这样比较出现非常稀有成就的人 非常非常多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敢排除 有些人也是装模作样 为了为了打向自己的名声或者获得某某的目标和财富 开始自己有种种目的而造作各种各样的一些 不合理 不如法的事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但是大多数真正的佛教不会有任何问题 当然这些事我们经常跟大家说这不是藏传佛教的批评 应该是个人的境界没有跟上 个人的境界没有跟上的时候 任何一个文化体系当中会难免出现这种事故 所以如今在汉地也有很多高僧大德也好 还有很多的寺院当中大多数人觉得藏地确实有个非常神妙的 有种甚深的这样具有江边主 还有闻思习有系统化 有次第化有各方面的传承 圆满 历史悠久的这样一种佛教的体系 万好无损的已经仍然保留在高原上面 所以我们经常汉地来的不管是大学生也好 还有知识分子在寺院里面经常觉得 每次开发会的时候来得特别特别多 因为来得特别多的话 有时候管理各方面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希求的目标 跟一般的老百姓或者一些信者群众的目标完全不相同 而知识分子第一个是他理论的研究性相当强的 第二个他不可能轻而易举地相信任何一门课 如果有了真正确凿的依据和可靠的真理 他还是会努力地去接受并且自己也 贯穿于自己的生活时间当中去的 这就是我想很多有智慧的懂真理的人的一种行为 而且这样一来如今也是我想很多高等学校 包括有些教授 有些大学生为什么目标呢 放逾注释于《清藏高原》这片非常甚深清净 古老的土地上也并不是无中生有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应该他有一种非常神秘的 也是一种细腻的因缘在此处 所以我们以后应该一个非常合理的 公正的 不偏断的一种态度来求真理 我们佛教的思想也是如此的 佛教的思想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无有偏多的一种大碍大慈悲和大碍 这种大碍不分任何的国界 民族 或者地位的高地或者经济财富的贫富都不分的 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可以 接受这种无上无垢 无与伦比的真理如意宝 都可以接受 只不过有些人跟自己的福报 信心 智慧等有关系 不一定愿意想接受这种真理 所以这是我想我们也跟大家介绍的一件事情 我想第三个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不管学藏传的也好还是研究的层面来讲 大家一定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思想 也叫做人身观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在佛教的因果观当中要会建立的 要建立 比如说《涅槃经》里面说 有心无解是增长无明 而有解无心是增长邪见 而心解愿同方为心本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人光有信心 没有智慧的话 这就是增长无明的 而一个人有智慧 没有信心的话 他会增长邪见的 一个人如果具足信心和智慧这两者 那么行持真正根本的真理 就是行持真正的根本的真理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有些虽然有智慧但是没有信心 这种人还是很可怕的没有一点的因果观念 没有因果的约束仅仅是有一个智慧的话 你们想一想现在高端学校里面有多少人去自杀 当他大学毕业之后他抹去自己的利益 不止手段地危害人们和危害国家 他不但是对社会没有任何的共享 反而损害许许多多的人 最终自己可能一辈子会坐牢 所以这种人即使是有智慧 现在有些电子大学毕业的电脑高速 很有才华 很有智慧 可是他没有很好的人品的原因 最后自己都变成这样的趋向 还有一种人有一种信心 但是没有智慧 这叫做迷信 这种迷信不仅是佛教当中也有迷信 其实对科学也有迷信 我有一次看到 北四大有一个教授应该是天颂还是谁啊 他写了一个科学的迷信 这个文字不多但是里面还是讲到很好的道理 我们对信仰是一种心态不能认为是 别人扫向白佛这是迷信不能这样认为的 其实扫向白佛有他宗教的思想和宗教的意识 有他的意义的 而有些人念阿弥陀佛 念经穿出家衣服做任何这些事情 他有他甚深的一些意义和密意所在的 并不是说完全是一种迷信 如果你没有懂得这个道理 包括科学界 包括有些领导 这里面说了有些领导他根本笼 龙作物一点都不懂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科学 凭自己的想象开始欺骗老百姓 这就是一种科学的迷信 所以这样的迷信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的 凡是没有智慧的这些迷信都应该会放弃 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思想观 正确的思想观作为一个作人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佛教当中会有的 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佛学教叫做《圣天论师》 《圣天论师》特别著名的一部书叫做《中观四百论》 我想你们宗教研究员的很多同学都应该会学习过 这个非常关键 这里面说了他说 宁慧犯失落 但是不坏正见 宁可犯了一些佛教里面所规定的戒律 戒律犯了你可以忏悔你可以后悔 你可以改邪归正可以这样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当你的思想不能出问题当你的见解强不能出问题 如果你的见解完全是一种颠倒见 邪见 邪见冒出来真的是在社会当中就像佛经当中一样 不为后事 我不做你不害怕后事 不害怕因果 什么恶业都不会做出来的 一定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正见 那建立正见的话 正见生长是令与世瞬间 有这么样的当你的正见越来越正确的思想树立起来的时候 原来的你相续当中你心里的这些贪嗔 傲慢 还有基督心 各种焦虑这些痛苦慢慢慢慢会减下去的 就像当你的日光生起来的时候 黑暗慢慢慢慢会取走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种真实的正见很重要 当然这样的正见一方面可能要依靠一些老师 依靠一些法师 平时的引导 这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依靠自己的一些观修 这也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在佛经里面 依靠念佛而学出邪见的故事 以前佛经里面 以前一个释迦牟尼佛 不是我们现在的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个比丘叫做地自在比丘 同时在这个国家当中有一个王子叫做金创王子 但金创王子平时特别的傲慢 做什么事情都是把别人不放在眼里 而自己的邪知邪见也相当可怕 后来顶自在比丘建议让他到一个寺院里面去拜佛塔 去了之后在佛塔里面真的看见了非常庄严的佛像 当他看见庄严的佛像以后生起无比的欢喜心 他告诉比丘我今天看到了佛塔里面有这个佛像 我看见这个佛像如是庄严的话 那真正佛陀的像肯定是更庄严的 法师听到之后要求他口里面念诵 喇嘛佛让他念诵 他也随着而念了 念了以后他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出现佛陀 对他进行加倍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心里面原来的邪见 傲慢全部都会消除了 以从此这个因缘他度胜累劫当中不胜邪见 而转生到善趣当中去 所以我想有些知识分子可能会 也许是偶尔的一个因缘 但是你的命运从根本上会转变的 这一点也是靠自己的复原吧 有些人遇到一位法师 一位法师的开始因为你的道路有着新的一些战略目标 因为你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通过老师对你的教育 也许你的人生的确是有一个特别好的转折点 我在复旦大学他们有些同学包括非洲和美国来的 他们来到中国他们说其他的一些知识 我们在别的地方都是可以学得到 我们来到这里主要是学习东方文化 东方文化当中主要是宗教思想 宗教思想当中他们觉得要学习佛教的 汉传的禅宗和其他的一些思想 遇到过这么一些同学我很赞同他们 因为他们在一生当中如果有了一个信仰 当你到了社会上的时候也确实有一种新的感觉 这个证件的话就是 好 不好意思 法师的辈子还穿衣服 我说刚才我们每个人具足这样的 正确的思想很重要的 在藏地的很多不管是高僧大德也好一些学者 他们都经常口口声声用这句话 这句话来自于印度非常著名 伟大的文学家 佛学家龙肃菩萨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来讲可以叫文学家和佛学家吧 就是龙肃菩萨 龙肃菩萨他说的 说是世间之正见 谁人若具足 比于浅劫中 不会堕恶趣 意思是说我们世间正见 世间正见很关键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理念 没有一个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这样的一种观念 这个是特别可怕的 因为大家都可能也知道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受到其他损失外道的影响 所以人们都觉得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世界 我做什么好事 做什么坏事都是不会有什么报应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导致人类的毁灭 自身的毁灭 如果具有善心善良的一个正见 这个正见很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是见解正不正 如果这样的正见具足那么这个人从佛教的教义上讲 在千百万劫当中也是不会堕入地狱 饿鬼 旁生 或者我们今生当中谁有树立一个特别正确的思想 他今生不会堕落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应该要树立一个 特别好的正确的人生观 这个相当重要 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第四个 这样的因果正见实际上 它完全能经得起科学的观察 就是科学的观察 科学所得出来的这些结论大家都应该清楚 大多数都是通过仪器和人的感官来进行推测 因此我们如果过于相信科学 对人类也许在某些问题上面带来的不一定是正面的作用 就是正面的作用所以我们佛教的思想在什么地方 它是展现它的伟大呢 应该说它的慈悲与智慧这两个方面确实我觉得非常不公 一个是慈悲 还有一个在智慧 智慧我觉得这是应该在 因为它的慈悲可以说不仅是对人类保持一种安逸自行 而且甚至它扩展到所有的生命 这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教也好 我们学说很难以解释的没有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 大家都知道我对生命的渴望和希求那样 每个众生都有拥有权都需要这样的 这一点刚开始我们有些同学听起来的时候不一定很舒服 但是你真正深入地去研究会懂得它最深深的意义 它的智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体现在坚立 无有执著 我们现在人类所有的痛苦全部都是我对某一个事物 特别趋于耽著的原因而得来的 所以我们藏传佛教最强调的是什么呢 三个主要的道路三个主要的道是什么呢 一个是出离心 就是叫出离心 还有一个叫菩提心 可能我们学过宗教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 菩提心 还有一个我们刚才在这里面讲的是智慧 就是我的智慧 出离心建立在什么样的上面呢 我们对世间的任何万物生起极大的贪着心 这种贪着心完全要解开的话需要处理心来 你如果没有处理整个世间不可能生起这样的理念 而这个菩提心我们很多的痛苦来源于自死 大家都知道任何一种痛苦最终可能归给你基地 我自己建立在自己的上面你如果对自己没有耽著 完全都是一种开放的博爱 那不会有如此的痛苦再加上无有持有的执著 如果我们心里面真正能生起这三者的理念 当你从佛教角度来讲完全是一种开悟沙脱的境界 而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你完全是一种自由的 应该是最高的一种境界可以这么讲 这样最后我们应该要知道这是一方面科学 完全可以验证的 以前藏地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学者叫耿登琼尔 跟耿登琼尔 他曾经很明确地说过 我们佛教不管是对事物本愿的观点也好 道的修行也好 最后得到过的功德 这三者在科学面前不但是不羞愧 而且他对科学的这种验证打下了非常稳固见识的基础 因此我们这样的 刚才因果观也好或者佛教人生宇宙观也好 这些全部都是在科学界当中任何领域都可以得出来 得出来以前德国非常出名的哲学家李采 他也说过他说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宗教 真正实证的宗教就是佛教 真正实证的它是真正完全可以实证的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佛教的任何一个理论 它完全可以实证的 以前还有中国近代的科学家叫做圣家诚 圣家诚科学家他也是说过 他说我本身是科学家也是佛教徒 我对科学有兴趣对佛教同样有兴趣 在他的观点当中科学和佛教两个是合而为一的 他认为这是一个合而为一的观点 所以很多的科学家也好或者理论学家的 他们的观点结合起来的时候佛教的观点不会冲突 很多地方当时科学还没有完全能印证的 到了后面的时候再从佛教当中真正能得现出来 因此有些人如今也是对佛教带有一些排斥的眼光 或者带有一种面色的眼光来看淡 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种耻辱这是自己的一种无名的表现 没有必要的如果你真的对佛教不成虚 不信仰 信仰都是自由的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但是你觉得他的观点不合理的话 尤其是在佛教徒面前你可以展开极力的辩论 尤其我们藏传佛教在辩论场所当中 大家的训练 一直训练这样训练一方面 对自己很多的义团 自己很多的无名 一下子间 当场可以解开 我都经常想不管是在汉地的高等大学也好 还有很多的这些哲学系当中 应该要建立一种藏地的辩论方式 如果有了这样的辩论的话那么回想到 很多的问题可以摆在桌面 通过辩论之后最后相续当中真的能生起一种非常清净的智慧 就是清净的智慧所以我想大家要建立真正的 这样的因果观念这是非常的重要 并且这样的观念会能经得起任何的 现在现代文明的一些观察和推敲 他会经得起这样的最后我也想在这里说 最近本身各个地方出现许许多多的一些 日本的地震 围住的很多的灾难 那么这些灾难面前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怎么样面对可能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我倒不是说想真的对人类最后有什么大的灾难 全部有毁灭性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恐吼 也是不赞叹 不管是从佛教的宇宙学也好 人类学也好 社会学从哪个方面来进行推断的时候 不会有完全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毁灭性的灾难 只不过人们造的意义特别特别严重 从佛教的一些观点来进行解释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同的自然灾害和自身的一些 但当你出现这样的时候 要么可能从世间的教育方面就像这次日本 我发现他们在这些面前应该说是很坦然的 他们不慌不忙的应该是虽然又会恐惧 但很认真地面对 这是他们平时的教育和训练有密切的关系 而我同时也以前去过玉树地震 玉树地震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他们都有从小对因果轮回的一些 无常观和轮回痛苦这样的一种教育 在自然灾害面前非常英雄 当时全世界很多的心理学家包括有些专家来了以后 他们都感到觉得非常稀有为什么他们如是坚强 没有人自杀 没有人特别的痛苦 实在是无法面对的 包括有些人家破人亡 他后面只留下一两个人他还是有勇气能活下来 这一点我相信从小都是对藏传佛教的生世观 有着比较系统的一种体炼和修炼 最后我想也是说虽然这样的灾难面前 比如说像2012当中所说的那样也不会出现的 但是在这里面比较稀有的就是说 虽然它是一种戏剧也是一种虚幻的天剧 但是在这里面最后 罗亚方筑放在西藏高原放置在这样 那么也许通过不同的方式理解 让我们世界上的很多人遇到了 种种个人内心的灾难也好或者世界的种种自然灾害 在这些灾难面前也许确实如果有智慧的人去进行探索 进行观察的话藏传佛教会有他的度一无二的 会发出智慧和利他的一种光芒最后会展现他的辉煌 所以我想今天基本上跟我的一些想法简单地沟通到这里 然后下面我们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共同沟通 可以提问 好吧 我叫林鼓师即将到新闻学院任教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去年有一个比较热门的新闻就是北京大学的刘志宇 他拒绝了他在拿到了美国马胜理工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以后 决定了去北京龙泉寺出家 那么这个事引起社会上的一个反响 就认为这么一个优秀的大学生天之骄子 拒绝了这样美好的前程去当和尚了 好像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也是对父母师长的极不负责任 那么也有人觉得似乎当法师也可以作为一种职业选择 所以台上我们有两位法师在这 我就想问一下刊部你做了二十多年的出家人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职业对你而言 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谈到刊部今天讲到很多因果观的问题 但是对于我们凡夫俗子而言的话 我们无法看到前世今生 也无法看到地域的这种惨状 所以很多人认为眼见才为实 我看不到的话我怎么知道它存在 对于这样的一种疑惑我们怎么样通过闻思 闻思也是间接的经验 因为看不到地狱 看不到天堂 那么这样如何来建立真正因果的信仰 谢谢 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北京大学才子到龙泉寺出家 这个是当时引起了一些社会的关注 释迦牟尼佛出家是王子出家 国王的太子出家跟一般的一个大学生出家 好像不是特别重大的事情 包括当时孙子皇帝在中国历史上 也有皇帝出家也有这样的历史 我想从总体上看来出家是一个自己的选择 而一个知识分子最后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 他会可能寻找自己的路 当然有些人对他选择的路 觉得他是一种错误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包括当时出家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认为 所有的同学当中最不成功的就是我 很多同学对我流下了很多很多的眼泪 后来二十年过后我们聚会过一次 大概是二十年以后我们聚会一次 但聚会一次的时候他们在在家人当中 过了各种各样酸甜苦辣的生活 而我比较平平淡淡的出家生活 二十多年当我们聚会的时候 就算是大家也会理解我的选择 所以我想从世间的角度来讲这是比较稀有的事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正常的 像阿底下尊者当时蒙迦那古应该在历史上说 他有十万个存户当时的人们是非常多的 但他因为前世的善根因法谈已经选择出家之路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还有也有可能有出家的人 我们学院当中经常有很多大学生 有些老师都有出家的 但我们要求他们让他观察好 因为出了家以后反悔不好 尽量地先观察好有这么一个要求 然后第二个问题上有天堂 下有地狱的观念 当然这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事情 不仅仅是天堂包括太阳系和银河系 还有一些黑洞等等科学领域甚深的这些道理 这也不是我们如愿所看到的 但我们如愿看不到的东西只有听科学家 只有天文学家以他的发现和以他的理论作为根据 那么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真理 也是完全以佛的教职 因为我们的入线是有限的 因此我看到过霍金博士 他的清华北大都是来过演讲 只不过他演讲的时候太专业化了 听说很多同学都已经打瞌睡了 他后来很失望 现在的发现当中不禁止 原来是我们三位 现在他科学的利益当中发现有十一位 十一位可以推广到我们如愿看不到的 耳朵听不到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神秘的利益都会存在的 因此在世间上包括埃迪森还有加鲁律 还有牛顿他们都承认天堂是存在的 他们都承认地狱是存在的 那么这一点从他们的传记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 但是我们看不到并不是没有的这是佛教的英明 《识量论》当中说眼睛看不到不一定是没有 我们通过推理来他的存在 他的存在当然是比较甚深的 必须要进入圣的领域来去再进行探索 好 还有 上师您好我是财政集中学院大业的学生 然后我有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说佛教它讲究一个可以说看破吧 就是说当时释迦牟尼怎么说呢 这位王子他出家也是因为到了三十多岁 许多事情经历过了 所以他看破了然后出家了 然而像您还有我们的老师都是年轻时候 非常年轻就出家了 就是说我想知道做出这种选择是基于谁怎样的考虑 谢谢 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在显现上可以说 他是确实在王宫里面过生活 到处游的时候看见生老死病的景象之后 就生起出离心然后出家为生最后已经证悟了 当然这个是显宗一般共同乘的说法 而大乘的不共说法还有密乘里面并不是这样讲的 释迦牟尼佛本来都是在因地的时候 已经千百万劫当中都已经出过无数次家 还修持过到那个时候在众生面前实现而已 实际上他的成就并不是完全依靠这个而来的 他有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当中有很多小乘 有部宗的说法 近部宗的说法 为师宗的说法 还有宗观和密乘不同的说法比较多 包括他这方面的介绍我最近翻译一个藏传佛教的历史 在这个开端有他整个成就和出家的经历 以后方便的时候可以参与 法师跟我们两个的问题法师肯定是他自己回答 我现在我自己的事情来回答当我出家的话 我刚才讲了我当时在生活当中尤其是我很有兴趣 对边人思考包括一些心理方面的 然后对一些希求整体方面的 但最后我自己感觉到我上班以后会下班 然后娶妻生子 凡是每天每个人都是做的这件事情 然后做来做起做来自去 当我人生可能到五六十岁的时候 我回顾一看可能人生就是仅仅而已 不一定很美好的 所以我选择出家的话至少也是我的生活平平淡淡 我自己应该是比较快乐的 再加上我可能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没有生活的压力刚开始我出来的时候 我现在一看好像这种心态特别的简单 觉得自己很轻松 没有什么压力 再加上学习一些佛法求知识方面有方便 是这样认为的 而到了后面的时候才懂得佛教的一些真理 这个时候觉得出家并不是为了自己快乐而出家 应该是为众生做一些饶益的事情 弘扬佛法要承担责任 但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很多年以后才会过的一种经历 我是人民大学的一个访问学者 我对宗教比较感兴趣 我以前读过这方面的书我想问一下 就说就二位上师来说你们对于这个佛教是仅仅处于一种理论上的思辨性的 或者说对他哲学观念的一种 还是就像传统上的这种佛教需要修身或者修心 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在 因为我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 他修念里面有一个叫做明心见性 我不知道这个里面它的内涵还有一些意义 是不是从咱们造成佛教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好 谢谢 这个佛教刚才问得很好 那个不仅是他说我们需要从理论上面进行了解 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佛教就是修行 因为他的修行确实是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 不管是在家人 出家人还是知识分子或者一般的人 都在他的身心当中体现出 就是非常超越我们厌世的一些境界绝对会出现的 因此我们自身也是花了这么多年当中去看书 学习 这是我们的一个爱好 更重要的是心里面也会去希求修证 所以我刚才讲的不管是菩提心还是出离心 以及无恶的智慧都要有系统的有修行的理层 而且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现在很多人也在修行 我们自己虽然修得不是很好的 但是这方面确实也花过一半的时间 光是理论上滔滔不绝但实际上一点都没有修证 恐怕完全是一种泡沫只是花言巧语而已 因此在世纪的修证其实对佛教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只是作为法师来讲也是如此 作为听众和任何一个行者来讲 其实在《花言经》当中也是讲了 如果水流在河里的水没有河不可能解渴的 那么同样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法没有修行的话 也是对自己的心没有利益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汉地的民心见性 实际上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有完全相同的一些体悟 这种体悟按照中观的思想来进行观察 推断来体会的 但这种具有 带有一些学术的思想和一些智学的态度 所以是一种与观察的一种途径来得到的 而最好的通过修证通过修证在密法当中 比如说密法里面讲大圆满间接 叫光明空性 无二无别的境界 也叫做明空双云 显空双云 还有叫不坏明点等等 包括十能金刚和大卫德的修法当中 都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可能要真正了解的话 花一定的时间才明白其中的意义 法学院的学生 我想有个问题 在法学院研究上它有一个自然法的概念 根据我这些时间对佛教研究 佛教这个因果观念 我觉得宗教研究的是一个自然界的规律 然后法律约束是我们人类就是在家人的一些行为的准备 这是一个规则 两个都是规则 这两个规则之间有一些相互印证的东西 因为我们最近在研究一个话题 应该叫做法与宗教一个就这么一个话题 就说 讲来说就是佛教思想跟我们现在的法律有没有一些关联 对对对 其实这个应该我们经常也这样认为 法律跟我们的佛教也是完全一种相互相成的 为什么这么说 现在有人就这样讲 说是如果佛陀很慈悲的话 为什么所有的人让不造一天得解脱 为什么让他们下地狱 其实下地狱 地狱不是佛陀造的 但是实际上佛陀的规律就像现在法律一样 法律如果没有它的叶索的话 那么神仿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佛陀的 而佛陀在次第包括我们的五戒 居私五戒的法律其实这是最好的一个神仿法律 现在我们很多包括一些领导和这些人的法律 就是她砂盗阴亡的时候都够粗就粗的话 如果缠粗的话 那我们这个佛教是一个最低个一切 还有上面就是这个出ört的一个架 而且在这个实际上的法律当中的话 它是一个最高层的一切地方 它一个人能做出的 所以呢我们佛教专 ship new vision专门行的教练 当然极个别的有些理论 可能会在操作上是威胁的 我就想请教一下 该怎么样实修 就是所说的修正 就肯定光是读佛经的话 肯定就是只是语言文字层面的 去接触到佛教 我就想请教一下 是怎样去实修 怎样去修正 你说的是和修行 对就是 修行的关系呢 实际上有些经论里面 像自己所听到的教育 慢慢去思维 然后思维这个过程 比如说一切万法都是无常 这个无常的过程 你仰望是在肚子串习 或者说你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当然这个是一种修行 修行有一种观察修行和暗主修行 观察修行是平时用在生活当中 去思维串习习教育 这个观察修行 按照修行 那你就在一个寂静的地方去观察它 还能做实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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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